我收到一个专教男人找外遇包二奶的群聊链接 点进去才发现 群主是我的老公 不仅如此 他还拿我当教学案例 跟他的学员们讲述如何骗过家中的妻子 安心地在外面找小三 由于之前有过几次被油腻男骚扰的经历 我索性直接将所有社交平台的信息都改成了男 已婚 这天我正在刷着抖音 一个同城的账号给我发了一条链接 链接是男人如何不被老婆发现自己在外面找小三 我一时好奇点了进去 可这个链接居然是伪装起来的群聊链接 我突然生出了一股愤怒 我倒要看看这些人都在里面搞什么 群聊里面有很多人 此时几个管理员正在分享成功案例 有的男人是公司高管 家里老婆管得严 有那么多钱却只能拥有一个女人 后来经过导师培训 在外面养了四个小三 家中老婆一点都没有发现 有的男人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死工资 勉强够维持家中的开销 可经过导师的培训 居然也在外面找到了红颜知己 老婆一点都没有发觉 有的学员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几年 没有被任何人察觉 这些成功案例 看得群里的人跃跃欲试 纷纷说着怎么样才能听老师的课 管理员只说让大家稍安勿躁 随后发出了一个二维码 目前这个群聊只是招生群 真正的导师并不在群里 也不会在这个群里讲什么有用的东西 如果想要听到导师的课就加另外一个群 可是这个群有门槛 首先入群就要五千元 有人当即愤怒 这不是载人吗 可管理员却说 不成功包退款 有些人再也忍不住一咬牙 交了这五千块 他们倒是要看看什么样的导师值这五千块 我也没有多犹豫 交了这五千块 我要看看什么样的导师敢给人上这样的课 这一次进群需要实名认证 还要填很多的信息 包括资产 包括年龄相貌 甚至还要上传照片 我只是想要进群去看看里面搞什么 索性编了一套信息糊弄过去 可一进群我就猛了 那个群主的头像我有点熟悉 像是我老公李明良的账号 我之前见过他有这么一个账号 他说那是工作账号 我也从来没有管过 可能只是巧合吧 我这样想着 直到晚上八点 第一次培训开始 几张我的照片被放了出来 群主开始发言 这是我老婆 没有工作 敏感多疑 平时智商不够 考个驾照都考不出来 可偏偏在抓男人出轨仪式上 像一个福尔摩斯 看着这几行字 我脑子汪汪作响 这人就是我的老公 他居然在教这些人 如何背过家中的老婆 在外面找女人 那他呢 他又找了几个女人 说着李明朗再次发出了几张图片 里面的女人各有特色 李明朗似乎很骄傲 这些都是我找的情人 我老婆一次都没有发现 接下来我详细讲一讲我是怎么做的 首先女人大多敏感多疑 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心软 且极其容易自我感动 换句话来说就是要表现的对她们好一些 这样当她们知道冤枉了我们的时候就会愧疚 有了这份愧疚之后 怀疑我们的次数就会少一些 比如 我故意露出一些我可能出轨了的线索 她就会怀疑我们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让她查到我并没有出轨 是她冤枉了我 这个时候我们要示弱 要告诉她我很爱她 要告诉她你冤枉了我 但我也不怪你 这是第一步 一些过往所发生过的事情在我脑中很快闪过 我在她的兜里发现一个口红 当我质疑她这个口红是谁的的时候 她拿出了和我闺蜜的聊天记录 她是问了我的闺蜜之后特意给我买的惊喜 她的手机大晚上突然响起 我本能觉得这是哪个女人大晚上给她发消息 结果却是她手机变迁的提醒 提醒她明天早上记得给我买早餐 如此种种 我对她越来越信任 同时心底里也越来越愧疚 觉得这样好的男人我却一点也不珍惜 还不停地怀疑她 我实在是太过分 后来我不再过问她的行踪 我很相信她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 原来竟然是这样 第二步 及时汇报自己的行踪 养成一个习惯 让老婆也要习惯你汇报行踪 真真假假才是成功之道 所以这就是她每天什么时候下班都会告诉我 偶尔加班 偶尔要送一下公司里的一个大爷 偶尔堵车 这些事情她都给我汇报 我也从来没有怀疑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吗 第三步理所当然 经过了前两步 老婆对我们已经是很信任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找小三的最好时机 当然有些同胞会在这个时候很心虚 生怕老婆会发现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容易被发现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害怕被发现呢 男人为什么只能拥有一个女人 所以我们要做到理所当然不心虚 即便有的时候情人的电话打到家里 我们也要告诉老婆那只不过是推销广告 越是心安理得越是理所当然就越不容易被发现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各位同胞们赶紧去试试吧 群中有人开始发言 导师的办法并不能算得上是什么高超的技能 甚至还有一些低端 这真的有用吗 我回过神来盯着群消息 却见几个管理员同时发消息 这只不过是试听阶段 刚才老师讲课的功夫 我们已经对入群人员信息做了筛查 对那些使用虚假信息的人将做出移出群聊的惩罚 我心跳猛的加速 我就是那个用着假信息的人 果然两分钟后5000元退到了我的账户 而我已被移出了群聊 我后知后觉的明白 那些真正值5000块钱的手段还在后面 我换了另外一个账号 试图通过之前的那个链接进去 可链接居然已经过期 无论用什么办法 我都不能再找到那个群聊 幸运的是我之前手快 保存了老公发的信息的截图 以及那些女人的照片 大脑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之后 突然开始清明 我的老公他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 我要和他离婚 但是这之前我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半个小时后 李明朗进了门 他质得一满意气风发 毕竟一个人进群的门槛是5000元 那惠儿跟我一起进群的差不多有80个人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几乎已经到账40万 他笑呵呵地凑近我 老婆 你最近真是辛苦了 想要什么样的包 老公都给你买 谢谢老公 我强忍着心中的恶心 勉强笑了笑 他好像并没有发觉什么异样 乐呵呵地进了书房 他收入高 工作忙 每天下班回到家后还要加班一段时间 现在看来他所谓的加班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紧紧咬牙 等着吧 三天后 依旧是一个同城的陌生账号 给我发送了一条链接 这一次我早早有了心理准备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绝对真实的身份信息 我顺利地混进了那个群聊 这个群和我前几天进的并不是一个群 这个群里的人更少 应该是新建的 不知道这样的群有多少个 不知道有多少的女人被蒙在鼓里 导师上课时间到了 李明朗再一次在群里分享 一开始的那些我都听过 等了两天时间 我终于又听到一些新鲜的 想要驯服一个女人 就要将她控制住 要让她心甘情愿地待在家中 没有社交 离开你 她就是一个废物 哪都去不了 我的照片还有她其他几个女人的照片 都被放在群里 这些女人都不上班 她们无法应付复杂的社交 她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赚钱能力 但是她们又努力想要证明 自己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这种半醒不醒的女人最好控制 她们不会要求我将所有钱都给她们 甚至不愿意接受我太多的馈赠 觉得伤面子 可她们又没有赚钱的能力 所以只能接受 在这样拧巴的过程中 她们会渐渐地被我们完全控制住 而我们只要告诉她们 我们的所有给予都是因为爱 长此以往 她们就会变成一只金丝雀 三三 群里放出来的东西很多 有我和另外几个女人的生活照 还有李明朗和我们这些人的聊天记录 以及平时日常相处的一些小片段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她什么时候拍下来的 李明朗甚至还现场掩饰 怎么去和一个陌生的女人搭讪 其实很简单 女人都是愚蠢且感性的 对于我的情人 我明确地告诉她们我有老婆 而我之所以有老婆还和她们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渣男 而是因为我的老婆 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可我是一个男人 我需要理解 我需要尊重 我需要情绪价值 这些她无法给我的 我只能寻找别人给我 而这个时候女人并不会觉得反感 她们只会觉得她们在拯救我 不要觉得只有男人有英雄主义 女人也有 甚至能够拯救她们的爱人 对她们来说是一件极其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身体不住颤抖着 看着群里发过来的消息 两年恋爱 三年婚姻 全部在这一刻变成笑话 我以为的好老公 好男人 其实是这样的 她只不过拿我当一个实验对象 当教学案例 当做赚钱的工具 李明亮和她的情人的聊天记录中 经常会提到我 比如她给我买了一个两万的包包 就要给她的情人买一个三万的包包 她会告诉她的情人 我还是爱你 甚至她的情人也知道她还有别的情人 而对此情人们给出的态度只是 如果我不能给她她想要的一切 那我就让别人去给她 我对此完全不介意 李明朗骄傲地表示 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因为钱而跟她在一起的 大多数人看重的是她身上的魅力和优越的气质 每个男人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而这些独特的地方就能够吸引到不同的女人 而男人要学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我明明在笑 可眼泪却忍不住糊了满脸 太过于离谱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我只是机械的一点一点的截图保留证据 这些全部能够作为我和李明朗离婚时候的证据 是她出轨了 她是过错方 我咨询了律师 这些证据已经足够我们离婚 晚间李明朗回来 我和她谈判 她似乎愣了一下 随后变哈哈大笑 她摸着我的脑袋像摸一只狗 老婆 你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呢 这才多少 这才只有一两节课呀 你就已经忍不住了吗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我看向李明朗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 李明朗摇头 我原本以为你能够多坚持几节课 我最初估计的是五节课 可你怎么现在就忍不住要跟我摊牌呢 后面最有趣的你还没有看到 这怎么好呢 你是故意让我进群的 我咬牙 我面前的人此刻像急了一个恶魔 不不不 我没那么无聊 李明朗笑着 你第一次加入那个群的确是偶然 那些人不知道怎么的把消息发给了你 可你明明已经发现了一些事情 却还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之后从各种渠道想要进群的样子 实在是太过于可爱 你知道吗 我的宝贝 你老公我一直是体贴的男人 既然你这么的想要进群看一看我的王国 我当然是会满足你的 可你怎么就这么没有耐心呢 这才哪到哪 李明朗满眼嘲讽 老婆 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 四四 李明朗捏住我的手 他将我拉到书房 他很是悠然自得地打开电脑 来 宝贝 给你看一看我的王国 你看 我有这么多钱 李明朗形容癫狂 这都是我这些年赚的钱 太多太多了 我不知道应该去跟谁说我有这么多钱 没有人知道 你是第一个 我有这么多钱 我那么优秀 我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人呢 我给了你这么好的生活 有几个男人能够做到 说着他又将我扯到镜子前 你看你是多么的普通 160的身高体重已经有120斤 你看你多胖 脸上都是雀斑 还有好几颗质 你腋下还有毛 肚子上有坠肉 大腿那么粗 还有几道肥胖纹 甚至你的脚都比别人臭一些 头发稀疏 脸跟个饼一样 又大又圆 眼睛那么小 这样的你已经不只是普通了 你是平庸 你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工作 上了一个野鸡大学 现在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 如果不是我养着你 你早被饿死了 你没有谋生的技能 你的世界只剩我 你甚至都没有几个朋友 人家交朋友都看有没有什么能够拿来交换的价值 你有什么呢 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有我 你有一个出色的老公 他英俊 他高大 他有能力 最重要的是他愿意给你花钱 李明朗继续扯着我 将我扯到他的电脑前 你看我的这些个情人 哪个不比你漂亮 无论是脸蛋身材 样样都比你好了不止一点 当然 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不是那么肤浅的男人 重点是他们足够聪明 他们能够认清楚自己的地位 从来不会去设想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可你就没有那么聪明了 如果你在第一次被踢出群聊之后 没有想方设法要进那个群 你就不会看到今天这些 你也就不会这么的难受 所以啊 这都是你自找的 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李明朗 你就是个疯子 我好像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拼命地挣扎 李明朗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一个恶毒的诅咒 将我困在原地不得解脱 是啊 我就是一个疯子 可你又能怎么样呢 李明朗笑着从我手中拿过我的手机 看到我保留下的那些聊天记录 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真是一个蠢货 这些东西有用吗 你居然以为拿着这些东西就能够和我离婚 不不不 我告诉你 宝贝 这是不可能的 李明朗活动了下脖子 你知道吗 对于我这样的成功男人 我是不能离婚的 我要是离婚 尤其是你主动提出来的 那我多丢人 李明朗说着出了门 他很得意 他非常的嚣张得意 我被李明朗关在了家中 他之前说的对 我没有工作 没有社交 我又是远嫁嫁给李明朗 父母远在千里之外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突然有些想笑 李明朗 他真的以为我没办法了吗 撕破脸后 李明朗不再掩饰 他也不用每天装模作样的出去上班 他根本就没有工作 他用着他那副无耻的作为赚的钱已经够他花几辈子了 李明朗不再出门 甚至他会让他的情人到家中来找他 他和他的情人在卧室 在沙发 在阳台 在各种地方私混 完全不介意我的存在 李明朗总是用那副挑衅的眼神看着我 老婆 你想做什么呢 你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 可我能做的事情却不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的身体变得很差很差 我每天都在崩溃 我对着李明朗大喊大叫 我将家里的东西摔了个稀碎 我甚至会忍不住的拿起剪刀去伤害自己 伤害李明朗 可我每次想要伤害李明朗的时候都会被他反杀 到最后我只能伤害我自己 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顶着硕大的黑眼圈 甚至脸上还抱了几个硕大的痘痘 我崩溃 可是李明朗看着我这个样子 他总会满意的笑 仿佛是一个猎人成功地将自己的猎物逼疯 而逼疯的下一步就是彻底驯服 他洋洋自得 老婆 你这个样子可真美 他仿佛是一个变态 用摸狗的动作摸着我的头 不仅如此 他似乎并不在意我油腻的 已经一周没有洗的头发 他甚至会凑上来拥抱我 完全不介意我发狂时对他又咬又踢 混沌中 我好像听到李明朗在我的耳边说 老婆 我这样的男人就是你能拥有的顶配了 像我这样的男人 世间少有 你就不要挣扎了 和我好好过日子吧 怎么和你好好过日子呢 看着你拿我当作教训案例 去和别人讲你是怎么同时拥有很多个女人的 看着你去教别的男人怎么出轨 怎么驯服家中的老婆 看着你和你的情人在我面前缠绵吗 李明朗并没有嚣张太久 因为我怀孕了 起初我发狂一般对着李明朗大吼大叫 随后突然晕厥 再次醒来时 我已经在医院 李明朗神色复杂 你怀孕了 呜呜 我摸着自己的肚子 不可思议地看向李明朗 他想要孩子 我知道 结婚三年我们一直没有做过错失 可是就是一直怀不上 前两年我满心愧疚 我不用上班 家务有阿姨做 我好像只需要做好李明朗的妻子 其余的事情我都不用做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连一个妻子的义务都实现不了 我一直没有怀孕 我对不起李明朗 我对不起他对我的好 我甚至对不起他给我花的钱 那段时间我精神崩溃 去了好多次的医院 可医生每次都告诉我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后来对于孩子我们也渐渐佛系 不再强求 却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怀孕了 在我刚刚发现李明朗的真实面目 在我发现他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恶魔的时候 我怀孕了 怀了我和李明朗的孩子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出来 我神情呆滞 仿佛一个提线木偶 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和李明朗怎么样都可以 我可以和他鱼死网破 我可以和他继续这样不死不休地纠缠下去 可是我怀孕了 孩子怎么办 见我这样 李明朗慌了 他紧紧地搂着我 并不在意我的眼泪和鼻涕蹭脏了他昂贵的西服 老婆 别这样 别这样 你听我说 都是我不好 我马上和那些人断了 我以后只有你一个人 我守着你 守着孩子 我再也不去教别人出轨了 老婆 只要你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 别的都不重要 我们有钱 我们有很多的钱 我们和孩子 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 好不好 不好 我拼命地摇头 却又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我好像真的已经没有了灵魂 我快要疯了 我的状况太不稳定 我经常会有自残的行为 李明朗将我带回了家 一天24小时地看着我 可是那有什么用呢 他怎么拦得住一个想死的人 李明朗只不过上了厕所的功夫 在回来时 我已经站在了阳台的窗子上 窗子大开 我半个身体已经探了出去 摇摇欲坠 李明朗刷得一下脸色苍白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老婆 你要做什么 我想你去死 我对着他哈哈大笑 老公 你去死好不好 我想看你去死 你先下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李明朗 这么狼狈的样子 他一向喜欢将我逼疯 他喜欢不停地指责我 不停地打压我 让我觉得我自己一事无成 让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 这时候他在以 一副就是者的姿态 出现在我面前 告诉我 就算你这么的糟糕 就算你什么也不是 我依然爱你 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是他将我逼疯 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六六 李明朗突然腿一弯 跪在了我面前 老婆 我知道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是一个坏人 我惹你生气了 我伤害了你 你能不能原谅我 求求你原谅我 只要你能够原谅我 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重要 求求你 求求你别这样吓我 你下来吧 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一家三口 好好的过日子 果然你真的很喜欢孩子 我冲着李明朗笑了 李明朗其实并不是一个 怎么纵欲的人 这个人他喜欢心理上的满足 要大于身体上的满足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亲密接触的次数很少 甚至那都是我们恋爱一年半以后才有的事 基本上一两个月只有一次 结婚后有时候他看起来并不想做 但是因为想要个孩子就会做 他很想要孩子 他在外面找那么多女人 其实也只是想要有一个孩子 可是一个都没有 那些个女人都没有怀孕的 我也没有怀孕 他就是没有孩子 所以因为我怀了孕 他能够做到这么妥协 他甚至都能够说出以后不去做那些事情 只守着我和孩子过日子的话 所以啊 李明朗 你站尽了优势 你站在最高处 你批判我 打压我 但是现在我拿捏了你 你的软肋在我的手中 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好像是终于玩够了 从阳台上跳了下来 李明朗来不及反应 扑到我面前 做了我的肉店 我倒是没有伤着 李明朗却是闷哼一声 我像是一个游魂一样 从他的身上踏过去 到床前慢悠悠地躺下 李明朗跑到我的面前 老婆 我求求你 咱们好好的过日子 你不要吓我了好不好 我以后只有你一个人 我们好好的过日子 我有很多的钱 够我们和孩子花一辈子的了 不要 我看向李明朗 笑得灿烂 我只要你去死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 李明朗似乎是有些难受 我以前的确做了一些 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可是我都会改的 我现在已经不会再去做那些事情了 我现在只想让你开心 我只想让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我笑着 满眼的嘲讽 我累了 说完我闭上了眼睛 不愿意再去看李明朗 可自从这天后 我的确没有再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李明朗似乎也是放下了心 每日真的就陪在我的身边 什么也不干 对我有求必应 花钱如流水 我却是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放在李明朗的面前 要是想要让我生下孩子 那就签了字 不然我有一万种方法打掉这个孩子 李明朗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他或许以为我已经答应了要和他好好过日子 就不会再闹 可我从来没有答应他 见李明朗不说话 我继续说道 你做的那些事情很危险 若是有人想要报复你 我和孩子都会有危险 你忍心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危险之中吗 你若是真心为我们好 就签下离婚协议书 之后孩子的户口跟我 但是我们还可以住在一起 就像你所说的是一家人 这样不好吗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难道这也不愿意为我付出吗 见李明朗仍然不说话 我猛地在地上蹦了一下 李明朗脸色肉眼可见的惨白 你做什么 哦 我试试两个月的孩子能不能被我这样蹦流产 我朝着李明朗笑了笑 并不觉得我这样的话有多么的过分 李明朗满脸颓然 最终他颤抖地拿起了那张纸 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他是能够控制我 但他只能够潜移默化的让我觉得我就是他的附属品 可我现在明显有自我意识 我在反抗拿到那张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我笑了笑 我凑近李明朗 你会不会后悔 之前那么自以为是 真的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够如你所愿 如果你没有让我看到群里的那些东西 可能我不会这么固执地想要和你分开哦 李明朗面色颓然 但他似乎也并不在意 只因为我被他关在家里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出门 就算我有离婚协议书 那又能怎么样 可当警察上门的时候 李明朗彻底慌了 他不知道到底是谁报了警 他很慌张 或许他知道他再也没有办法掌控我了 七 七 有了离婚协议书 我和李明朗已经不再是夫妻关系 并且我分到了他好大一笔钱中的一半 你看人啊 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过于嚣张 他自以为是 觉得我无法逃离他的掌控 所以告诉了我很多东西 包括那笔钱 我从李明朗的世界消失 我听说李明朗疯了一般的想要找我 不 他其实是想要找我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哪有什么孩子 我早就已经知道李明朗无法生育 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数 只是仍然抱着一丝可笑的期望 所以在知道我还以后 才会对我那么纵容 他只知道我没有朋友 却不知道有的时候朋友不需要太多 一个足够 我有个朋友他是医生 那是我唯一的朋友 所以他会告诉李明朗 我怀孕了 他也会帮我报警 让我能够从李明朗那里离开 就这一个人就已经够了 李明朗终究还是找到了我 或者说是我让他找到的 他看着我平坦的肚子 脸色瞬间灰白 我已经离开半年 肚子应该很大了 我冲他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 我没怀孕 人来人往的商场 我并不怕他对我怎么样 我笑着说 想听故事吗 李明朗虽然什么也没说 我却笑着开口 你不知道吧 我在你之前曾经结过一次婚 我的老公一开始是个好男人 可是后来他听了你的课 他在外面养小三被我发现 他甚至还听着你的话转移资产 我们离婚我一毛钱都没有分着 我恨他 我报复了他 但我仍然也恨你 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也报复了你 不过收获不错 嗯 你真的很有钱 我抬了抬手 手上的手表价值不菲 不仅如此 我这一身都是名牌 这就是我跟在李明朗身边忍气吞声这几年所应得的 李明朗囤然的样子取悦了我 我却笑得更加灿烂 没有想到吧 女人是你得罪不起的生物 可能会有人问 这么嚣张不怕李明朗会报复我吗 哦 这就是对他的报复 他一向是喜欢打击掌控别人的人 那就让他试试这些个手段用在他自己身上又会怎么样 再说了 这大概是我和李明朗这辈子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又怕什么呢 这半年的时间我也没有闲着 我将李明朗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 而今天就是最后一次的等待 明天天亮 那个所谓的出轨教学群就会浮出水面 到时候可能会有无数的太太发现自己丈夫的真面目 到时候这个世界又会闹成什么样 我不清楚 只是李明朗他一定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像我这样想要报复他的女人还有多少我不知道 但只怕并不会少吧 过了一段时间 一个出轨教学群在网上开始流行 和之前那个出轨教学群不同的是 这个群聊只针对女性 据说这个群聊是帮助女性防止丈夫出轨 可还有人说这个群聊就是在教女性出轨 当然具体是什么样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